虽然金融市长选举失利 不过在市议员选举上 民进党却大有斩获 提名13席上了12席 打破历届纪录 其中中正区与新一区 更首次两席全上 我比较欣慰的就是说 我们这一次 我们金融市长部提名了13位 那么他当选12位 那么当然是遗憾 没有办法全力达 虽然是没有办法全力达 但是也创下了金融市议会 我们议员当选率最高的一次 提名13席当选12席这样 加上国民党这一次议员席次减少 没有达到议会过半的门槛 因此对于这一次正副议长选举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 苏仁和强调 民进党绝不会缺席 国民党选择在议员这一方面 是选择不见得有比较好的理想 所以只有当选13席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12席跟13席 跟国民党13席 那么在就任之后 那么就要展开议长跟副议长的选举 我想我们民进党 民进党籍的议员 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是不会缺席的 那当然 我们要当选的门槛 议长当选的门槛 当然是要过半 所以我们也不排除 自从我们自己提名之后 那找其他的一些五党籍或是亲民党 甚至于国民党要支持我们的候选人 我们也都热烈的欢迎 而对于在选前提出包括赠送青年电动机车等政策的 金融市长当选人谢国良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苏仁和表示 议会党团一定会严格监督 看紧市民荷包 不让金融市再走回负债老路 在八年来 他从来每一年的预算都没有集结 这些像中央集结这些预算 这些金钱来扩充这些市政 所以我想谢国良应该最先表态 你不要说因为只有把要搞一些像Cocorro这些撒大钱这些的政権来实现 然后害金融市的财政又来负债 那这样是不对的 那你应该首先就是说要像林佑昌说 刚当选第一个绝不向中央再几届 而且还要还债 苏仁和表示将紧述邀及十位议员当选人开会延商 团结合作在议会发挥最大的力量 监督市政为民喉舌 不辜负市民的付托 记者张其滩 进行报道